进入气缸的混合器或空气数量 具体说就是 使用较大直径的气门或者多气门 使更多的混合器或空气进入燃烧时 或者使用胶粗的低阻力进气气管 或者使用多个化油器 这一部分介绍汽油发动机的电控燃油喷射系统 进气系统是燃油系统的一部分 转子发动机进气的原理也是这样 对于所有的化油器式发动机 进气系统影响发动机的输出功率 为提高发动机的功率 要求增大溶剂效率 这样可以增加进入气缸的混合器或空气数量 具体说就是 使用较大直径的气门或者多气门 使更多的混合器或空气进入燃烧时 或者使用胶粗的低阻力进气气管 或者使用多个化油器 这一部分介绍汽油发动机的电控燃油喷射系统 进气系统是燃油系统的一部分 其主要功能是提供一定数量的空气燃油混合器 空气通过空气滤清器滤清 电控单元接触来自发动机各个部分的信息 以决定在该工况下应该喷射多少燃油 电动喷油棒将一定压力的燃油输送到电控喷油器 然后喷出 燃油喷射系统基本分为两种 即单点喷射和多点喷射 在单点喷射系统中 燃油喷入进气气管的中部 进气气管结构类似化油器 在多点喷射系统中 进气气管只通过空气 喷油器位于每缸的进气口处 汽油喷入进气门前的进气道里 进气系统对提高发动机功率也很关键 为提高功率可以提高容积效率 从而增加进入气缸的进气量 燃油喷射系统与化油器系统相比 容积效率较高 为提高输出功率 也可以采用胶粗的低阻力进气气管 或者采用焦大直径的气门 以使更多的空气或混合器进入燃烧室 另一种提高功率的方法是采用增压 使更多的空气进入气缸 这一部分里我们从四冲城发动机开始考察柴油机的进气系统 进气系统的两个主要部件是空气滤清器和进气气管 对于柴油机来说 由于燃油是单独吸入气缸的 进气系统只有空气流过 进气阻力小于化油器式发动机 由于柴油机没有化油器 也就没有节气门 但是有些柴油机在进气气管的入口处装有碟形阀 柴油机经常有两个以上的空气滤清器 柴油机的进气系统影响它的输出功率 通过提高溶积效率 可以增加进入气缸的空气量 从而增加发动机的输出功率 为提高输出功率 可以采用低阻力的进气气管 和增加每缸的气门数量 以增加进气流通面积 提高功率的另一种方法是 压缩进气使更多的空气进入气缸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 二冲程发动机的进气系统 在做工冲程的末尾 只有很短的时间扫气和冲气 为了在短时间内完成这一冲程 二冲程汽油机采用称为扫气棒的空气压缩机 扫气棒是由发动机驱动的 扫气棒压缩空气 当进气口打开时 来自扫气棒的压缩空气进入气缸并扫出废气 有些二冲程柴油机 利用涡轮增压器将增压后的空气提供给扫气棒 这一部分介绍空气滤清器 空气滤清器过滤空气 以免其中的有害颗粒进入气缸 化油器是发动机的空气滤清器 安装在化油器的上部或者发动机的一侧 与化油器通过管路连接 具体位置由安装空间和滤清器的外形决定 在有些电喷发动机上 空气滤清器类似于化油器式发动机 装在节气门体的上部 有些极型的空气滤清器安装在别处 通过管路与节气门体相连 柴油机的空气滤清器经常不止一个 它们通常远离发动机安装 以免滤清后的空气受热 对汽油发动机 进气质量是燃油质量的15倍 按体积计算则超过11000倍 混合器进入气缸以前 要求空气必须滤清 因为进入气缸的沙里会损坏发动机 空气滤清器还有降噪的作用 可以降低进气噪声 它还起到挡火板的作用 如果汽油机回火 空气滤清器将火焰封闭在进气气管 或者化油器里 多数空气滤清器是所谓的干湿滤清器 这种滤清器有可更换的折状纸滤芯或纤维滤芯 纸滤芯做成折状是为了在同样的体积内获得较大的表面积 滤芯的设计能够截留空气中的杂质而让空气通过 多数大型的空气滤清器带有悬峰式预滤清装置 进气中焦大的杂质颗粒在进到滤芯之前 由它来预芯收集 旋风筒可以直接装在空气滤清器上 或者装在滤清器内部 这种干湿滤芯靠近发动机安装 通过管道与旋风筒连接 呈一定角度排列的叶片构成主旋风筒 使进气产生旋流 由于离芯力的作用 进气中较重的杂质被甩出去 落在滤芯器底部 在单独安装的旋风筒里 这些杂质落在滤芯器壳的底部 可以定期手工或自动清理 经过预滤清的空气 接着进入干湿滤清器 旋风式预滤清器装置 能在进气到达主滤芯之前 滤到其中90%的杂质 与化油细事发动机相比 空气滤清器的形状有所不同 但是锁起的作用是相同的 许多汽车的空气滤清器 安装在能获得较低温度的 新鲜空气的地方 经过滤清的空气 经过胶长的柔性管道 流到解析门 在空气滤清器内 折撞纸滤芯过滤空气 并降低噪声 有些电控燃油喷射发动机 在滤清器后面装有空气流量传感器 用来精确测量进气流量 以精确调整空燃比 所以不允许空气泄漏 以免干扰空燃比 这一部分介绍进气气管 进气气管是一段带有若干脂管的 进属管道 但是也可以用特种塑料制造 在化油系式发动机上 进气气管将混合器送入发动机 每段脂管的洁面积总是较小 以保持较高的气流流速 以便于燃料蒸发 同时洁面积也不能太小 因为气流高速流动时阻力很大 单点喷射的电喷发动机 也有进气气管来输送混合器 在多点喷射的电喷发动机上 进气气管只用来输送空气 因而管道的洁面积可以较大 能够通过较多的空气 发动机能发出较大的功率 燃油喷入气缸盖的进气道 这台化油系式四缸发动机的气缸盖上 装有进气气气管和排气气管 这是一个横流气缸盖 意味着进气道位于气缸一侧 而排气道位于另一侧 一般情况下 进气气管和化油气体之间装有纸垫 和钢盖之间装有石棉垫 每个气缸都有一根进气支管 将混合器输入燃烧时 化油气下面的这根进气气管带有水套 来自冷却系统的热循环水 对进气气管加热 这种加热是必要的 因为加热使燃料蒸发 与空气更好的混合 燃油喷射发动机的进气气管 有斜阵枪储存空气 并防止各支管之间气流相互干扰 同时起到消声器的作用 在这个进气气管上 进气管的长度是可变的 另一些进气气管 有阀门来控制进气管的有效长度 阀门由发动机管理系统的电脑控制 在发动机的某个转速打开 以提高输出扭矩 柴油机的进气气管 只用来输送空气 因为不输送燃料 不需要加热 有些柴油机的进气气管 入口处装有气动的叠形阀 来组织进气 它仅仅用来改变进气涡流 不是汽油机上的节气门 这一部分介绍进气预热 通常进入空气滤清器的空气是冷的 越冷的空气密度越大 含有越多的氧气 这有助于燃料 更有效的燃烧 因为排气气管散发大量的热量 化而系式发动机 在排气气管外面装设格套 来收集一部分热量 这些热量用来预热进气 以增强燃料的蒸发 当发动机暖激以后 进气不再需要加热 因此需要控制热空气的流量 在这种汽车上 空气滤清器上装有阀门 来控制进入空气滤清器的热空气流量 这种阀门可以简单的做成温控式的 启动发动机时 只允许进入热空气 发动机温度升高时 这个阀门动作 阻止过多的热空气进入发动机 以确保进入发动机的空气温度保持稳定 另一种控制热空气流量的方法 是在空气滤清器内装真空马达和温控阀 当发动机冷启动时 温控阀使真空马达能够感受到进气气管的负压 这个负压作用于控制阀内弹簧支撑的膜片上 控制阀完全打开 让热空气进入空气滤清器 当发动机温度升高后 温控阀关一部分 只有部分进气气管负压传到膜片上 相应减少了控制阀的开度 使冷空气和热空气一起进入 这一部分介绍增压 提高发动机功率输出的方法之一 是增加钢内燃烧的混合器的数量 这意味着提高容积效率或增加进气量 这可以有增压失线 增压使进气气管内的压力高于大气压力 采用增压的发动机容积效率高于100% 涡轮增压器有废气能量驱动 废气进入增压器冲击涡轮使之旋转 废气越多 涡轮轮转的越快 压器机和涡轮共有一根轴 压器机把压缩空气压入进气气管 涡轮高速旋转 带动压器机以每分钟10万转的转速旋转 因此二者都需要充足的润滑油 来润滑轴成和散热 有些发动机还需要对涡轮增压器进行专门的冷却 汽油发动机越来越高的转速 意味着废气能量越来越高 使得涡轮增压器可以将更多的空气压入气缸 过高的增压度可能损坏发动机 为控制增压度 在涡轮增压器的废气入口处 装有一种称为放气缸的装置 当进气气管内的压力达到某个设定值时 放气缸将一部分废气旁通掉 放气缸也可以有电脑控制 来降低进气压力 从而防止暴震和敲缸 放气缸出故障时 紧急放气缸起作用 以免进气气管内压力过高 由于涡轮增压器由废气能量带动 节气门全开到发动机发出最大功率 有一个短暂的滞后 这就是涡轮增压器的滞后 在大型发动机上 这种滞后是很明显的 涡轮增压器利用了发动机的废气能量 但是涡轮增压器也带来一些问题 增加的热复合和机械复合 给发动机的冷却系统和润滑系统增加了负担 空气流进压器机时被加热 热空气的密度小于冷空气 它会再次膨胀 抵消了原来被压缩的一部分效果 为了增加增压的效果 有些发动机采用中冷气来冷却增压后的空气 中冷气为增压器和发动机之间 通常用空气进行冷却 这一部分介绍汽车的排气系统 在发动机工作过程中 每当排气门打开时 炙热的废气就排入排气气管 这些迅速膨胀的炙热气体产生很大的噪声 排气系统有几个作用 降低排气噪声到一个可接受的水平 排除废气远离发动机 以免被发动机再次吸入 废气中的某些成分具有很高的毒性 在密封的空间里 燃氧化碳可以在几分钟内致人死亡 它无色无味难以觉察 因此消除燃氧化碳是很重要的 在现代发动机上 排气系统可以降级危害降到最低 排气系统要确保发动机正常工作 好的排气系统能提高发动机的动力性 在这个简单模型里 燃气从排气口排入排气气管 第一根管子称为发动机排气总管 它接在消声器的入口 消声器降低排气噪声 废气经过消声器从尾管排出 尾管通常位于汽车的尾部 这一部分介绍排气气管 排气气管装在气缸盖的排气口上 客车的排气气管通常是铸铁的 有时每个排气口各有一根排气支管 排气支管的长度要求本缸的排气脉冲 有助于香菱缸的排气 它的管径交粗可以增大废气的流量 而且不能有尖的拐角 以免降低气流流速 另外排气气管的形状 必须适应发动机和车体空间位置的要求 有些车辆利用隔热罩来保护附近的部件 以及驾驶室 免受来自排气系统部件的热辐射 这一部分介绍排气总管 发动机排气总管接在排气气管上 它可设计成不同的分支方式 在这台发动机中 有三个气缸排出的废气排入各自的支管 排气系统要求使用弹性称垫 有时还需要弹性法栏 弥补发动机的位移 并防止噪声和震动传递到车体上 在一些前轮驱动的汽车上 排气系统设计的很坚固 形成发动机支撑的一部分 通常用橡胶材料做支撑 因为橡胶可以减震 在使用过程中允许热变形 这一部分介绍废气影射 有些排气系统带有废气影射管 每个排气管有一根影射管 这种设计可以减少排气阻力 还有扫气作用 有利于扫除气缸排出的废气 从一个缸排出的废气脉冲 产生的时刻恰好帮助废气 从另一缸更有效地排出 这种技术广泛应于高档汽车上 这一部分介绍销声器 销声器位于排气系统的排气气管 和排气尾管中间 销声器一般有薄钢板冲腾 表面都有一层铝防锈 有些则有不锈钢制成 销声器包括多孔的钢管 阻尼枪和共振枪 许多销声器还使用了玻璃纤维 和金属纤维之类的吸音材料 销声器降低了气流的流速 削减声波的波峰 从而降低噪声 同时应当尽可能减少气流阻力 销声器设计不好 会造成过大的排气被压 影响排气 降低发动机的性能 有些销声器采用阻尼板和管道 来改变气流的流向 而不是挡住气流 排气进入销声器后 在流出出口以前 必须改变流向 这称为反射式排气销声器 有些销声器采用双层外壳 来减少热和噪声的传输 而有些排气系统 则采用共振式起到销声器的作用 共振式看起来像销声器 但它的内腔是直通的 只是敷射吸音材料 这一部分介绍催化转换器 催化转换器将废气中的液氧化碳 碳氢和氮氧化合物转化为无害的物质 三原催化剂将碳氢和氧化碳转化成水和氧化碳 将氮氧化合物分解成氮气和氧气 催化转换器 催化转换器像销声器一样装在排气系统中 靠近排气气管 以尽可能得到所需要的工作温度 带催化转换器的汽车不能使用含氢气油 因为氢会污染催化转换器使它不能工作 发动机启动后催化转换器就开始工作 在排气系统中进行化学反应 催化转换器总是在较高的温度下工作 它有一个隔热罩防止热量辐射到机体和其他部件 这一部分介绍弹性连接 这是发动机管道和中间管道之间的弹性连接 靠近发动机安装 它的作用是弥补发动机的位移 减震并防止废气泄漏 特别是在前轮驱动的汽车上 它的作用更大 弹性连接也有利于管路的布置 它的挥发性就更大 但是汽油如果在燃油管中挥发 气泡就会阻塞燃油的流动 使发动机熄火 这称为气阻 汽油的燃烧过程必须加以控制 如果它燃烧的太快 会引起爆燃又叫爆震 所以要采取一些特别的措施 减缓燃烧速率 新丸值是衡量汽油 抗暴震性能的指标 新丸值越高 暴震就越不容易发生 发动机燃烧室内 高爆发压力可能引起 非正常燃烧 寒纤汽油中添加了防暴震的 寒纤添加剂 允许较高的爆发压力 而不会降低发动机的性能 铅同时具有润滑功能 在高压缩比的发动机上 铅化合物给气门面和气门座上 包上一层外衣 可以减小摩擦 老式汽车上没有点火控制系统 所以使用寒纤汽油 在无铅汽油发动机上 绝不能使用寒纤汽油 无铅汽油正在代替寒纤汽油 汽油要想燃烧完全 需要适当数量的空气 对于汽油机来说 空气和燃料的质量比是15比1 体积比大约11000比1 稀薄的空气燃油混合器 含空气较多 而含燃油较少 烧锡的混合器可以使汽车 在巡航状态下具有 焦好的燃油经济性 和焦低的排放 但太锡的混合器 使发动机运转和过热 浓混合器含有 焦多的燃油和焦少的空气 烧浓的混合器 可以使发动机 发出较大的功率 但是这些多出来的燃油会增大 汽车的燃油消耗和排放 太浓的混合器会污染火花塞 引起不完全燃烧而降低功率 火花塞点燃混合器 在火花塞周围形成火球 活塞压缩混合器 火焰快速而平稳地扩散 穿过混合器 到达一半的位置 活塞到达上值点 火焰扩散加快 然后迅速地燃烧 余下的混合器 活塞向下行进 一个短距离后 燃烧停止 爆燃是非正常燃烧 引起钢内火焰前锋形状 发生急剧的改变 它在火花塞点火之后发生 钢内燃料急剧增加 引起爆燃 持续的爆燃 使混合器的温度 升到足够高 引起点火提前 表面点火发生在 正常燃烧之前 燃烧室内 炙热表面温度 已升到足够高 使混合器 在火花塞点火之前点燃 混合器也可能只是因为 高温高压下的不稳定而着火 爆震和提前点火 会对发动机造成损害 必须要避免 点火开关关闭后 发动机仍然保持运转 称为续走或失控运转 这与发动机的燃烧有些相似 因为柴油机的燃料 也是在高温高压下自燃 不需要火花塞点火 续走可能是由于发动机 怠速过高 发动机过热 燃烧室内极碳过多 或使用了新完值太低的 汽油引起的 续走可以通过在 发动机的怠速两孔 加一个随点火开关断路 而关闭的阀来避免 这一部分讲述化尔器 是燃油供轨系的 基本工作原理 燃油供轨系包括 储存燃油的油箱 输送燃油的油管 将燃油从油箱 泵到发动机的燃油泵 过滤燃油的燃油滤清器 提供清洁空气的 空气滤清器 将空气和燃油混合 并控制进入气缸 混合器数量的化油器 和将混合器送入 气缸的进气气管 化油器必须在各种工况下 提供相应的 有精确混合笔 和精确数量的混合器 下溪式化油器是最常用的 它装在进气气管上 化油器将燃油喷成物状 并将它与空气混合 另外它还控制 进入气缸的混合器数量 这是由化油器底部 由加速踏板控制的 节气门失线的 下溪式化油器内 有一个燃油油箱 高度控制的缝子 喷油管的一端 进入燃油 另一端是喉管内的喷嘴 进气冲成 活塞下行时 缸内产生低压区 空气在大气压的作用下 流过喉管 喉管部位 比进气管的其他部位狭窄 这种形状 使空气流过时加速 飞机的机翼周围 也有类似的现象 机翼的形状 使流过机翼上方的空气 产生低压区 此处的空气压力 低于机翼下方的大气压 这个压差产生生力 举起飞机 设计喉管的形状 也是基于这样的原理 空气流过喉管时 在喷嘴附近 形成低压区 浮子室内的大气压力 大于喷嘴附近的压力 这个压差 使燃油从喷嘴喷出 喷出的燃油与空气混合 形成物状混合器 正常工况下的轻型汽车 需要混合器的质量空燃比 为15比1 体积比为11000比1 这个混合比随发动机的 质量而变化 太浓的混合器 浪费燃油并造成污染 太锡的混合器 会减小发动机的功率 并可能对发动机造成损害 这一节介绍化油器 化油器在各种工况下 提供相应的 有精确混合比 和精确数量的混合器 它将燃油物化 并空气混合 它控制着混合器的分配 这是一个带固定喷管的 下溪式化油器 燃油泵入浮子时 浮子和蒸发控制油面的高度 浮子时通大气 化油器体有一个喇叭形的喉管 喉管下方的节气门 与加速踏板连着 节气门的动作 影响通过喉管的空气多少 喉管的形状 使空气流速加快 在此处形成低压区 浮子时和喉管处的压叉 使燃油从燃油喷嘴喷出 燃油与空气混合 通过节气门流入进气气管和气缸 踩下加速踏板时 通过化气的空气流速增大 喉管处压力进一步降低 而浮子时内燃油油面上的大气压保持不变 有更多的燃油喷入喉管与空气混合 这使得空燃比在一定的节气门开度范围内 基本保持稳定 节气门也控制流入气缸的混合气流量 开大节气门时更多的混合气流入气缸 从而增加发动机的功率和转速 关小节气门时则有相反的作用 化油器在各种工况下提供相应的 有精确混合比和精确数量的混合器 为此化油器有一系列的自动调配混合器浓度的装置 发动机停车时节气门关闭 发动机运转时燃油油面高度有浮子和蒸发维持 发动机运转时供给发动机的燃油有油箱补充 浮子室的通气孔平衡空气滤清器和浮子室内的气压 代酥空气两孔和主喷子高于油面的高度 代酥装置的第一部分有代酥喷口和代酥油道 以及代酥调整螺钉 节气门几乎全关 流过化气的空气量很少 活塞下行的运动在节气门下方产生低压区 空气从节气门的边缘通过代酥喷口附近 燃油同浮子室通过代酥油道流到节气门下方的代酥喷口 代酥空气两孔让空气与浮子室流出的燃油混合 这使得燃油在到达代酥喷口时已形成泡沫状 发动机的代酥是通过两种不同的方式调整的 燃油的流量通过代酥喷口的代酥螺钉调整 空气的流量通过节气门限制螺钉调整 节气门打开时 代酥装置的第二部分开始起作用 与代酥情况类似 代酥喷口和过度喷口都喷出燃油与空气混合 过度喷口有助于代酥到低酥再到高酥的过度 发动机转速超过低速以后 流过喷口的空气增多 主供油装置开始起作用 燃油从佛子室通过主粮孔流到主喷嘴 有多少燃油喷出喷嘴 与流过喷口的空气形成的压差有关 随着节气门打开 空气流量和流速增加 越来越多的燃油从喷嘴吸出 但是随着转速的增大 空气与吸出燃油的比例没有增大 所以高速时混合比就太浓了 为矫正这一状况 需要加入更多的空气 称为空气矫正补偿 随着节气门打开 发动机转速上升 油室内的油面下降 露出泡沫管上的小孔 空气在此与燃油混合 防止混合器变得太浓 随着节气门进一步打开 油室的油面进一步下降 露出更多的空气孔 进入更多的空气 以保持合适的混合比 喷口尺寸的选择 要保证在汽车巡航时 具有最佳的经济混合比 节气门全开时 需要搅浓的混合器 增加的燃油 由加农两孔提供 加农装置带有一个真空助三和推杆 可在必要时打开两孔 低速时 进气气管真空度 通过真空气道作用 在真空助三上 助三向上堵住 加农两孔 发动机全复合时 节气门全开 弹簧推动推杆 和助三下行 打开加农装置 燃油通过旁通的加农两孔 流进主喷口 这增加了全复合下的燃油供给 加速时 也需要额外的燃油供给 忽然打开节气门 增加了空气流量 但是从主喷嘴 喷出的燃油流量 不能及时增加 这就需要另外的燃油喷口 踩下加速踏板 压下缓速弹簧 这个力作用在一个小助塞棒的助塞上 助塞下面的燃油受压关闭 进油阀 燃油通过旁通的出油阀 喷入喉管内 缓速弹簧 减缓燃油增加的速度 松开加速踏板 使拉杆拉动助塞上行 旁通的出油阀 关闭而进油阀打开 让燃油从缝子室 补充到助塞棒的工作室 冷态的发动机启动时 只有少量的冷空气流过喉管 不能使燃油受热气化 这使燃油和空气混合得很不充分 难以被火花塞点燃 必须暂时供给极浓的混合器 形成可燃混合器 为此花器装有阻封门 关闭阻封门 关闭花器的进气 即使没有喉管的作用 活塞下行也会在阻封门下方形成低压区 这个低压使燃油从主喷口 怠速喷口 过度喷口一起喷出 提供启动冷态发动机 所需的极浓混合器 阻封门可以通过驾驶员 利用拉索操纵阻封门上的阀门来控制 但多数是自动控制的 发动机冷态时关闭 随着发动机暖机逐渐打开 发动机暖机后 启动时进入进气气管的燃油气化 发动机可以在没有阻封门 帮助的情况下启动 阻封门起作用的时间应尽量短 因为这时消耗的极浓混合器 增加发动机的排放和燃油消耗 化油器自喷 是指蒸发磨损 或沾上脏物 使否则式的油面过高 燃油在没有喉管作用时自动喷出 化油器可以是单枪式或双枪式或四枪式 增加的枪可以部分增加高速性能 与单枪相比 可让更多的空气进入气缸 双枪化油器有两个出口接到进气气管 这种化油器有两种基本的形式 一个有共用的佛子式 但是每个枪有单独的共用装置 节气门可以并动 佛子式有两个相连的佛子 使佛子式的功能不受转弯 爬坡 加速或刹车的影响 另外一种化油器的节气门是分动的 它综合两个混合时成为一个单独的化油器 这种分动综合了单枪化油器 交好的低速性能和双枪化油器空气流量大的优点 在这种化油器里 只有一半在发动机全部工况下 共给混合器 这是第一枪 而另一枪只在高速或节气门全开时 共给混合器 这是第二枪 它通常有一个主共游戏 和一个不能调整的怠速游戏 第一枪由冷启动使用的阻封门 发动机启动时 第二枪的节气门已经关闭 所以它不需要阻封门 发动机从怠速到中间转速 只有第一节气门打开 当发动机转速上升 需要增加进气量时 第二节气门也打开 让更多的混合器进入气缸 到第一节气门全开时 第二节气门也全开 这可以通过机械控制 也可通过一个真空单元 利用杠杆与第二节气门相连 当空气流过喉管 产生低压区 有一根管子将这个单元传给薄膜使 单元作用在薄膜上打开第二节气门 大排量的V8发动机 采用双枪分动化油器 化油器中有一个塑料磨压的缝子 及计量系统 这种化油器可以供给精确计量的燃油 从二角精确的控制空燃笔 这一节介绍化油器供油系的燃油棒 化油器供油系的燃油棒 可以是电控的 也可以是手控的 机械燃油棒 通常安装在气缸盖或机体上 它有一个柔软的膜片 是一片将燃油棒那部分 隔成两个腔的橡胶膜 这个膜片有托轮轴上的偏心轮驱动 偏心轮转动是摇臂运动 这个运动传到膜片 拉动膜片向下运动 将燃油吸入燃油棒 膜片向方的膨石 膨膜弹簧 推动膜片向上运动 将燃油从膨石压出 进入化油器 当发动机需要更多燃油时 膜片运动的形成加长 可泵出更多的燃油 当发动机需要 焦少的燃油时 通过化气油管 和膜片上方的 泵室内的压力 使泵膜弹簧 不能推动膜片 移动那么远的距离 燃油泵还有挥油管 随着燃油的循环 燃油冷却燃油棒和油箱 减少气阻形成的机会 花气是燃油供给系 也可以使用电动燃油棒 一种广泵使用的电动燃油泵 是磨片式的 它有电路部分和机械部分 打开点火开关时 线圈中的电流产生电磁场 电磁场使铁心运动 向下拉动泵膜 这就在泵膜上方产生低压区 将燃油吸入燃油泵 磨片向下运动时 断开了电路 电流中断使电磁场消失 铁心回味 泵膜弹簧 推动磨片向上运动 将燃油压出燃油泵 进入化油器 当发动机需要浇少的燃油时 通往化油器的燃油压力上升 减少燃油的供给量 有些带电动燃油泵的化油器汽车 有安全开关 这可以防止燃油泵 在发动机停车时继续供油 这一节介绍油箱和油管 油箱安装的位置 与发动机的位置 和汽车总体布置有关 汽车的安全性要求 油箱远离受热部件 和成员式安装 大多数油箱 是由冷闸和镀芯 薄钢板制成 有些轿车的油箱 则是由非金属材料制成的 铝制和钢制油箱 用于商用车 油箱通常是有带 突圆的两部分焊接在一起 油箱的隔板 使油箱更加坚固 同时防止燃油晃动 以确保吸油管能够吸到油 温度升高和降低时 燃油的体积会膨胀和收缩 所以油箱必须是通气的 现在的排放控制 要求油箱不能直接通大气 必须装有蒸发控制系统 油箱的燃油蒸汽 进入碳罐储存 直到进入发动机烧掉 带有阀门的蒸汽管 连接碳罐和燃油上面的空间 当油箱远离开始升高时 这个阀门打开 让蒸汽通过 而不让液态燃油通过 液体燃油关闭 这个阀堵住蒸汽管 不让燃油流到碳罐 有些系统在油箱上 有一个小容器 成为油气分离器 它也防止一体燃油流到碳罐 这个油箱有一个油气分离器 和几个通气孔 它们布置在油箱的不同部位 因此 无论汽车如何倾斜 总能保证至少一根通气孔 在油面上方 燃油箱通常有金属管 或合成橡胶管制成 净油管将燃油从油箱送到发动机 回油管让多余的燃油返回油箱 这有助于防止受热时 在燃油供给系中产生蒸汽 加油口是油箱上的一根管子 在带催化转化器的无迁汽油车辆上 这个加油口设计的可以防止加入含迁汽油 它的直径小于含迁汽油车辆的加油口 加油口内有一个活门 只对无迁汽油加油枪打开 加油口盖密封加油口 防止水和其他东西进入油箱 水会腐蚀燃油泵和化气的内腔 油箱的加油口盖还可以防止燃油蒸汽 散入大气造成污染 这对汽油来讲非常重要 因为汽油的挥发性很强 尤其在天热时 油箱加油口盖里装有低压阀 它可以保持油箱的压力和外面大气压的平衡 随着发动机的消耗 油箱内油面下降 油面上的空气体积增加 与外面的大气压相比压力下降 低压阀打开让空气进入油箱 温度的下降也会导致油箱内压力的下降 这时低压阀也打开让空气进入油箱 燃油表表示油箱内还有多少燃油 在一表板上有燃油泵的表头 油箱内有传感机